5、6月我們畫面的數字顯示了出來 5月加上6月整體的包裹量升了21% 而網上的零售總額升了7% 意味著如果拆開 5月的升幅包裹是24% 然後網上零售總額升了13% 但是扣下來 即是6月的頭16日 包裹量依然升19% 但是網上零售總額就只升了3% 好像6月反而是踏入618的電商 當旺的月份 網上零售總額的升幅還不及5月 是的 當然如果計算GNV 我們叫購買總額 單數是多了 但是金額就不是同時間增幅這麼大 那反映了些什麼呢 就是大家買的單數其實是比之前來說低了或者便宜了 可能在買一些更加低值的選項 所以變成包裹持續是有一個 可能人頭上或者每個大家拿著數拿優惠的人是多了 或者買東西的人是多了 但是整體金額是小了 這個其實就反映了一個消費的模式 而且它是持續轉變當中 但是當然在近期來說 內地方面都有這個已舊換身政策 當然都是一些叫 換回一些叫環保家電 或者節能效用比較高的家電 這個其實我想都可以叫 頂到一下京東方面的銷售表現了 因為始終京東個案來說 其實以這個家電其實都是銷售上是比較上出色的中一環 所以在各冊配合的情況下 其實都寄望著在這支打後的時候 那個銷售能夠是慢慢站穩 但是剛才區民調說的一個數目 就是大家消費的能力 或者消費金額是降低了的 好 說一下這個618期間 他們公司的股價表現 整個618的發起人其實是京東 但是今天它的表現 其實都來到正日了 股價好像刺激作用都沒有的 來到現在的股價都是在做113.2 但是在之前近年來 618的效應 不一定去到6月才出現的 有些5月中開始已經在做預售 在鋪排宣傳618 如果由5月中計到6月底 整個618前後 在京東的話 股價升在2021和2022年的時候 就會升可能1.4到2.0 但是到2023和今年的時候 股價都是跌7%到1.5% 那個618為公司的股價充起的表現 是不是已經越來越遞減了 確實是 因為你在內地方面 尤其是一些個別的企業 其實你開始近年的銷售 就不會說好像之前大家在大概八九年前 都看到好像坐火箭一樣 一直count down 到底銷售的金額多少 但是在內地方面的政策的情況下 或者消費模式改變 這個countdown的情況已經是不見了 所以變成他們的消費 或者是那個銷售金 好像就變成大家做了 但是就不會說很大量的公佈 以前來講就現場一直公佈 還會找一些明星出來一邊唱歌表現 但是現在來講已經不復健 當然除了你說政策 不想說大家是盲目消費 所以變成了不是那麼鼓吹 就是盲目消費情況下 這類型的一些叫大型的一些項目 就應該是未必會再見 除非那個政策面再有個變化 但是暫時我覺得都未必會這樣浮現出來 但是那個銷售上始終未曾說逆轉得到 就是整個消費能力 暫時來說都還是受壓的一個情況 好 而今年其實無論是京東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股價同樣都是這個618的時候 都是沒有太多的表現 不過其實兩者都在5月的時候 一樣有很多銷售活動 或者甚至其實5月中開始 已經做了那些618的預售 都一樣有的 京東今年它之前已經說過 100億投入下去補貼 剛剛都宣佈說再追加多100億下去 就是補貼給一些用戶 然後又搞一些史上最大力度的 一些超級驚喜紅包送給那些用戶 然後之前的5月的零售數字 都還是好的 那怎樣京東的股價都還是這麼頂勢的呢 其實有少許跟事行不行的 那當然你在早幾天前 其實京東都有說再追加100億的投入紅包 那其實紅包金額最高可以到3800的 那當然看看大家能否拿到 那看看怎樣拿 那如果你說計算方向 因為行業上那個競爭是相當劇烈 那不同說好像其他一些叫平台 可能一些遊戲平台就自己做自己 看看遊戲上行不行 那如果你說電商平台 現在你數起都有這麼大的企業 大家互相增長增加增加增加 那所以你說就算京東上年有100億 今年再扔100億 我想都是可以叫彌補了那個市佔的那個遺失 那但是如果你說要再加大市佔 我想要真是向外銷售了 或者在這個海外市場 才有這番南海 那所以我想就在內地方面 會繼續有一個比較大的競爭劇碟的情況 但是如果要找增長空間或者增長量點 真是要拓展海外市場才有這個辦法的